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6.4 16.4 16.5 16.6 16.7和16.8 这几条全部都是跟三有关系 这里面的三就不是多了 而是三个就是具体的三个 这里面孔子提到了很多 什么三种可以交的朋友 三种不可以交的朋友 三种好的享受 三种好的快乐 三种不好的快乐 三种容易出现的问题 三种必须要借的事情 三种你需要有畏惧的 需要有敬畏之心的事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都是跟三有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16.4 16.4我们先读一下 孔子曰 好我们来看16.4 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 这三有就是 这个三种朋友 那首先他讲到 这个意是什么意思 意就是好处 就是有三种朋友 你交了之后 是有好处的 有三种朋友 你交了之后 是有坏处的 这个损就是减少 意就是增加嘛 对吧 有好处就是不断的让你 更好更多 然后这个有坏处 就是不断的给你减 让你更少 这个就叫 意者三有 损者三有 那哪三种朋友 是让我们人生变得更好的朋友呢 第一种 叫有职 就是一个正直的人 你跟一个正直的人在一起 你有什么好处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跟一个正直的人在一起 首先你当然会 跟他学习正直的品格 但是更重要的 还有什么 一般我们会认为 有一个正直的朋友 你就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 就比较容易闻过 对吧 就比较容易知道自己的过错是什么 因为你身边有一个正直的朋友 你做的不对的地方 他会告诉你 这个就是有职的好处 因为你要知道 孔子一直以来提倡的是什么 是不断的改进自己 如果一个朋友 可以不断的告诉你 你哪里要改 哪里要怎么样 那这个朋友 就是可以帮助你进步的人 这就是有职的好处 所以这是你第一种好朋友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那这个人你要珍惜 对吧 因为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在你的身边 你才可以有更长足的进步 他不会这个为了讨好你 或者顾及面子 而不止出你的缺点 这就是有职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第二种叫做有量 这个有量 还后来成为了这个人名 对不对 跟朱元璋打天下的这个陈有量 就是从这来的 这一章当中有很多的名字 有很多的名字 就你读论语 你会发现后来很多人起名字 都是从论语里边来 对吧 这个有量 陈有量的有量 就从这来 这个量是什么意思呢 量本来的意思就是信实 就是说话算数 这就叫量 或者说说实话 说话辅实 或者叫言辅其实 或者叫言辅其实 就是叫量 有量 就是你身边当中有一个朋友 有人说是守信的 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守信 就是说话算数 对不对 有这样的朋友 你就可以吸得这种诚实的品质 这是第二种好朋友 很诚实 然后你也不用跟他 听他这个讲话的时候 心里边去算计 去猜 对吧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的 第三个 第三个叫有多闻 第一种有值可以闻过 第二种有量 可以使自己心更成 第三种有多闻 可以增长自己的见闻 多闻就是知道的多 见识广 这个是多闻 所以有一个诗人 现在诗人叫文一多 我估计就跟这个 有多闻有一定的关系 而这三种人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 意义 那就是 给你人生加码的 加分的 对吧 就是对你的人生 有好处的人 什么叫有好处 就是使你成为一个 更好的人 对吧 你身边如果有这样的 三种朋友 你就 你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好 政治的朋友 守信的朋友 见多识广的朋友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有了以下三种朋友 这些朋友就可能会使 你的人生变得更糟 会使你变成一个 更差劲的人 哪三种呢 第一种叫有偏僻 这个偏僻是什么意思呢 历代的解释比较多啊 我比较赞成的是 朱熹的那种解释 这个偏僻就是 不跟你讲实话 有话绕着讲 有话不跟你说 掩饰这样的人 他是跟什么相对的 他就是跟这个直相对的 有的人是 发现你的问题 发现你的错误 就会直接的讲出来 但是有的人呢 看到你有错误 他不会讲 他会绕着走 这个就叫偏僻 第二种叫有量 有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实话的人 对不对 然后多文呢 就是真正的见识广的人 所以你明白 这前面这个异者三有 跟后面的损者三有 其实刚好是相反 所以有量跟这个 有善柔又是相反 善柔是什么 善柔就是只说好听的 但是这个话 跟实际情况不相符 就讲话不熟悉 言不腐蚀 这就叫善柔 善就是好的吗 柔就是软的吗 喜欢说软话 说好话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的 这就叫善柔 第三种叫有偏宁 宁这个字 我们在前面讲到会 宁表示的是 巧说如黄 能说会道 那这个事跟多文之间的 区别是什么 多文是真正的见多识广 但是偏宁呢 是嘴上说的好 实际上肚子里是空的 就你会发现 有一些人 讲起来 感觉头头是道 但事实上 肚子里边 没什么没说 没有什么实际的学问 这个就叫偏宁 所以孔子说的 一者三有 损者三有 刚好是相反的三类人 刚好是相反的三类人 对吧 这个多文跟偏宁 多文就是真正的 知道的多 见多识广 偏宁就是说的多 嘴巴上说的 天花乱坠 但事实上 肚子里边没有什么学问 这个量呢 跟善柔又是相反 量就是说话算数 严辅其实 说什么是什么 善柔就是永远听好听的 简好听的跟你说 但事实上呢 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有直跟有偏宁 又是相反的 直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尤其是你有错误的时候 直接讲 偏僻就是有问题绕着说 这个永远不去碰你的 那个那个错误 对吧 就是偏僻 所以这是孔子讲到的 一者三有 孙者三有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朋友是什么样的 第一种是政治的朋友 第二种是诚信的朋友 第三种是见多识广的朋友 对吧 就多去跟这样的人亲近 少去跟反面的人亲近 在反面的人当中又会出现极端的反例 不但不正直 反而专门 这个绕着说 专门这个躲着说 不但不诚实 反而喜欢 这个夸大 对吧 喜欢讲一些好听的糊弄你 不但不是见多识广 反而装出见多识广的样子 每天嘴上讲的天花乱坠 其实肚子里面 没什么真才实觉 这就是他认为三种 损友 所以我们就讲有义友有损友 我们要交义友 不要交损友 这是16.4